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识广告的英文怎么说 Not true?Not real?都不对 我们今天会看到这个东西 不识广告的英文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那这个新闻的起源是 有一种鸡翅叫做水牛层鸡翅 就像我们讲的家里鸡肉饭一样 我就把一个地名灌在前面 那水牛层鸡翅的英文就叫做Buffalo Wings 那还有一个叫做自杀鸡翅 那就不是地名了 那为什么叫它自杀 就Suicide Wings 因为它很辣 就我不吃啦 因为我是吃素的 但是据了解朋友吃 都觉得哇超辣爆辣 配啤酒非常好 他们有时候去吃 一次去就是吃它的100支或之类的 我心里都觉得这实在太扯了 你吃了100只鸡翅 也就是有100只的鸡 因为一只鸡两只翅 你吃了100只 就是吃50只的鸡翅 鸡的翅膀 50只鸡 所以你跟一个人或跟朋友坐在那一个晚上 就50只鸡的翅膀不见了 听了真的让我觉得我们人类 他也真是一个就是来消耗地球资源的人 好这扯圆了 但总之 水牛城鸡翅是一种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 Buffalo Wings 所以它的标题是Buffalo Wild Wings 还强调是野的 当然我相信不是野放鸡啦 可是总之啊 他们是在卖五骨的鸡翅 那那个五骨鸡翅呢 被告说是不识广告 因为其实它并不是真的鸡翅 它是用鸡胸肉去做的 五骨嘛 你把骨头都挑掉了 那剩下的肉 到底是不是鸡翅上的肉 也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似乎就是用鸡胸肉去仿冒的 好讲了半天还没有讲太多的英文 五骨叫bonless 还有另外一个词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下 那这边呢是他那个商家是说承认了 OK 所以他Buffalo Wild Wings admits 承认 Buffalo Wild Wings are not wings after lawsuit It's true 真的 他们并不是真正的Boneless Wings 五骨的鸡翅 OK 所以报导的部分呢 我们就也很快来看一下 Buffalo Wild Wings 所以他把三个字都大写 表示这真的是一个 要不就餐厅的名字 凡钻有名词 so 他们 responded to a lawsuit claiming its boneless wings are not actually made from wings 所以其实并不是真的用鸡翅做成的 are not actually made from wings so with the restaurant confessing to the allegations 所以他的确是个餐厅 所以这个with 你知道我们前几期才讲过 就什么东西在什么的状态下之类的 所以在这个餐厅的状态就是承认了这一些指控 so with the restaurant confessing to the allegations 好可以 那再往下看 那这边是一个芝加哥的男子 他去告他的 那告呢 我们当然可以用诉这个字 可是我们有一个另外的动词就是file a lawsuit 那他的过去是filed so a Chicago man filed a lawsuit 那对谁提告 我们用的介系词是against so he filed a lawsuit against the chicken wing chain 所以这是一个鸡翅的一个连锁店 所以用chain这个字 没问题 所以上周 那告他什么呢 告他不识广告出现了 所以这边 所以他诉他against the chicken wing chain last week for false advertising ok 所以false advertising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不识广告 ok 那你说false advertisement可不可以 大概可以吧 我们一般用的是 不识广告是用动名词来处理它 所以false advertising saying the bonus wings are overpriced since they are basically chicken nuggets 所以说哈 你这些五股鸡翅呢 是太贵了 因为他们其实根本就只是鸡块而已 好像蛮合理的 你用鸡胸肉本来里面也就没骨头 然后拿去做成鸡翅的形状 然后拿来卖成鸡翅的价钱 像我刚刚说的 一只鸡胸那么大一片 然后鸡翅就剩两块 right 一只鸡两个翅 所以翅膀应该就比较贵 那鸡胸肉一大块比较便宜 所以它基本上只是一个鸡块而已 甚至也不是鸡胸肉而已 它可能就是一些鸡肉混在一起 然后就捏成了块这样子 我们再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的名字 这名字我念不出来 但无所谓 Amen Helen Alegious in the lawsuit against Buffalo Wild Wings And Franchiser Inspired Brands Inc. 反正还有这么一个连锁商 连锁店 The boneless wings are just slices of chicken breast 我没说错 So slices of chicken breast meat deep fried like wings 所以它只是不同片 一片一片的这些鸡胸的肉 chicken breast meat 所以chicken breast可以 那它的生炸炸得像是鸡翅一样 所以生炸叫做deep fried 那呢 customers would either pay less for the bonus wings or not purchase them at all if they knew what the product was made of 所以客户们 你要不就是 你为这些五股鸡啊 似乎是五股的鸡是付了 应该是要比较少 付比较少才对啊 其实 那可是 那或者是你就根本就不要买 好 好 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 就是 我没有无赖你 OK 所以这是一个很clear cut的一个case 我把这里再读一下 So this clear cut case of false advertising should not be permitted 所以这个不识广告 不应该要能够被允许 我们应该要让它 像我们台湾的一些米粉 以前叫米粉 现在好像就变成不能叫米粉 因为说真的它好像并不是很单纯的米粉去做成的 所以像统一肉燥面统一肉燥米粉 好像它现在都不能真正叫做米粉 我不知道它改成叫什么东西 所以你是什么就要是什么 You call a spade a spade So this clear cut case of false advertising should not be permitted 这不应该要被允许 As customers should be able to rely on the plain meaning of a product's name 因为客户们就应该要能够去依靠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名字的意思 所以你说它是鸡翅就应该是鸡翅 and receive what they are promised 得到你所被承诺的东西 这样子 这句说很好 我们再说一次 So this clear cut case of false advertising should not be permitted as customers should be able to rely on the plain meaning of a product's name and receive what they are promised 好像很合理 OK 你应该要能够去依赖它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什么 然后你就得到你所被承诺的东西这样 OK 酷 那刚刚这个clear cut我们再说清楚一点点 所谓的clear cut就是非常清楚了 没有任何怀疑的 所以我们叫它clear cut case 切割的很清楚 OK 黑的跟白的切得开来 这样子 so not having any characteristics that would cause doubt or uncertainty 所以没有任何的特征 这些特征是会造成你有怀疑或者就不确定性的 所以如果我们说一个东西是clear cut 就是它是无庸置疑的这样子 好 那这里还没说完 其实这里面有点蛮好笑的地方 你知道吗 什么好笑的地方 就是 好 好 这个餐厅就有回应 做一下回应 这样子 那怎么回应 我先把上面这一段说一下 所以现在Buffalo Wild Wings 这公司 is sarcastically confirming the allegations in the lawsuit 所以它有confirmed so it's confirming 它们有 就是跟你说 对啦 OK 跟你确认了 确认这个lawsuit里面的指控 是的确你说的对 OK 但是要用一个副词来说这件事情 sarcastically 什么意思 就是有点讽刺的 所以它讽刺的 承认说 嘿啦 我们就是这样 那怎么讽刺呢 下面就有一个 我觉得很好笑的 来我先把它读一次 然后我们用 因为中文我也想过 有类似的这种 可以算是平行的解释 所以它说的是 It's true the restaurant chain tweeted on Monday 所以礼拜一他们发了个推文 Our boneless wings are all white meat chicken 所以我们的五股的鸡翅 全部都是白肉鸡 OK white meat Our hamburgers contain no ham Our buffalo wings are 0% buffalo 好说什么 再刚才讲一次 他说那真的 我们的五股的鸡翅 全部都是白的 刚讲的白肉鸡 那他也就是 所以这边其实也就是跟你说 我们也没有说错到哪里去 因为我们给你真的是 white meat chicken 那下一句说的就是 Our hamburgers contain no ham 那我们的汉堡 其实里面并没有ham 因为hamburger这个字 其实第一个字ham 是我们知道我台语好像叫哈姆 那他的意思是火腿 所以hamburger里面真的是火腿吗 我们知道早就不是了 就汉堡肉 但ham真的就这个字翻成中文就是火腿的意思 这样子 所以我们hamburger里面也没有火腿 的确好像是这样 那我们的buffalo wings里面也没有buffalo buffalo刚才跟你说是水牛层的水牛 水牛层基翼里面也没有水牛 所以就是跟我们台湾讲说 你去上一个补习班 他说我要合家人美语 对不对 那我要合家人来教我 你们合家人美语 怎么没有让合家人来当老师 那其中一个补习班 就合家人美语的柜台 或者说教务就跟他说 不是啊这位先生 场景录美语也没有场景录来教你英文 所以他可能就只是一个名字 buffalo wings里面也没有buffalo zero percentbuffalo 所以这个就有点反正就有点嘴回去 怼回去 那这的确还蛮sarcastic的 我必须说这样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bonus wins 没有wings又怎么样 反正我都是卖你脊肉 对不对 所以他虽然说是承认 可是其实是有点点反驳 你有什么好找我麻烦的 这个概念 好我们还没讲完 来我再多讲最后一个东西 文章部分是带完了 那我最后要讲的部分 这个其实是 我其实有时候会说 英文是一个很不讲理的语言 或许任何语言都是一样 它都有一些不讲理的部分 就你有一些既定成熟的东西 可是有些原本原来的意思跟你既定成熟冲突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状态就是它能够共存 好我们这里直接看离子 这里说的去骨的概念 当然我们刚看到已经叫做bonus 这个字非常的清楚 因为你加了less就是没有 right 像我们说无尽的 end的是结尾 endless就是翻译成没有结尾 无尽的对不对 所以加个less是less 是很常见的一个处理字的方式 变化的方式 但是其实字典里面有另外一个字就是去骨的 那这个去骨其实叫它bond bond这个字加个低结尾 那这个真是 因为我自己都有点开始怀疑自己 因为我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就已经知道 如果我们在超市看到bond chicken 一包包好的bond chicken 它的意思并不是带骨鸡 而是去骨鸡 所以我的确查了一下字典 所以它这里bond 它的definition夸号里面of meat or fish 所以肉或者是鱼肉 having had the bones removed before being sold cooked or served 非常清楚 非常的onequivocal 所以就是让这个骨头已经remove掉了 在它被卖啊被煮啊被端上桌之前 骨头是已经去掉的 所以这个叫做bond 所以我再说一次 你在超市里面看到一包一包去骨的肌肉 去牛肉的骨头是不是也这样说 好像不过我们好像几乎不会讲到去牛肉的骨头这回事 因为它好像就叫另外一个东西 有还有带肉的叫乐盐是不是 乐牌还是什么的 不对 乐是那个rib eye 好了好了 这个我真的不够专业 因为我不吃啦 我对不起大家 我知道有什么乐盐牌还是什么鬼的 好这个先不管 回来这里 所以好像也叫踢骨 对不对 踢bond 我一直在那边往那个方向想 我们先不要讲牛啦 我们先回来鸡 OK 所以去骨鸡 我们叫它bond chicken OK 不过这就已经有点不合理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刚刚讲bond 加个less结尾的话就是去骨 你只有加个d 会让人家感觉像是有带骨头的 对吧 有带骨头的 那贫人都不是bond表示 没有带骨头 我相信 我相信时间长久以来 也一定很多人像我一样会有这种 就英文的学习者 会让人家觉得说 这个bond 看起来像带骨头 不像浇带骨头 不像 coat骨 不像鳅马 所以 就有人再继续往下 把它发展下去 我们常知道 英文的反译字 有的时候会用this开头 像喜欢叫like 不喜欢叫dislike 对不对 也有可能是IN開頭 例如說ability是能力 沒有能力的名詞是inability 加個IN在前面 還有像是失能叫disability 所以還是一樣IN開頭 DIS開頭都可以變成反面的這樣子 還有另外一個把它變反面 就是加DE在前面 DE OK 例如說construct叫做建構 解構叫做deconstruct OK 所以DE開頭也是有顛倒反過來的意思 所以我們就真有這麼一個字叫做debond D-E-B-O-N 就剛剛的bond加個DE在前面 所以D-E-B-O-N-E-D debond 那字典也把這個字收進去了 它的意思也是去骨的 所以你看這裡讀一下definition 這definition是我字典抓的 不是我自己寫的 so of meat, poultry or fish having had its bones removed especially before cooking debond OK 所以不管是肉也好 一般的肉類或者poultry poultry就是雞鴨那一類的 或者魚都一樣 所以它的骨頭先remove掉 那它還特別強調 常常是在烹煮前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這裡就得到一個很有趣的結論 你要講去骨 你把它說是bond 或者debond 都對 OK 都對 比較早的是bond 相信我 但是可能大家就看久了覺得 蛤 it doesn't make sense 我們來創造個新字好了 debond 來表達去骨 然後字典摸摸鼻子 好吧 我們都收 所以舊的字並沒有被去除掉 新的字已經納進來了 所以現在變成是兩個共存的狀態 很有趣 這就是英文 或者我相信我們就很多其他語言或許也有 只是我比較熟的是英文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講給你聽 好 那我們今天大概就講到這裡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